指揮官的最新說明 接觸者需要進行隔離的時候 我們有特別 請22縣市的副首長來協助 我們地方的 地方政府來協助我們這些相關的醫療人員可以入住防禦旅館 那第三個是 地方 政府所設立的社區採檢站的所需的能力 我們是希望縣市政府協助 醫療院所原來的能力我們讓他在醫療院所裡面 醫院 繼續來做 醫院的醫療的整備 那社區採檢站所需的能力 前幾天指揮中心 指揮官也已經跟全聯會 爾比喉科醫學會等等 都有一些聯繫 他們也都已經開始招募了很多志工的能力 包括護理師工會等等 我們請動員診所的基層醫事能力 也恰請 醫師工會全聯會 爾比喉科醫學會 包括護理師工會等等 來協助採檢 那這樣子可以讓保全醫療院所的醫事能力的量 那第四個是各地方政府如果有疑似確診者的失聯 那我還在等待這個確診的這個結果之前 那我們有請地方政府就立即來協動 如果他這個還在採檢中的這個疑似確診的這個 確診者呢 我們請立即來啟動警政協尋 以防患這個疫情的拓散 第五個是有關醫療資源的整備的部分 那今天指揮中心 醫療應變組跟 指揮中心的醫療應變組 以及有跟各區管的中心跟責任醫院都有確實的掌握 病床數 及相關的醫療資源的 分配 以協助地方因應疫情的所需 第六個是在通報 及檢驗流程的部分 那已經規劃了這個機制 來減少醫療院所端通報及送院資料的登打負擔 那快速的傳遞檢驗的結果 以利採取防治工作 加速民眾的溝通 讓民眾可以安心跟放心 這個是 今天 上午跟地方政府之間 所這個共同的一些 會議的結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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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特別再次的說明 有關於簡訊實聯制 有侵害個人隱私政府 藉機監控人民的這個行蹤的 在網路上所在轉傳的這個訊息 這個我們要嚴正的來做說明 這個是一個假訊息 這個是一個假訊息 大家都很清楚 我相信在座的媒體 還有我們全國的民眾 很多人都在這幾天 實際上可以感受到這個 簡訊實聯制的方便性 我在網路上也看了很多民眾 他把他使用的心得分享 非常多人 那其實他的步驟非常簡單 那也都沒有涉及到其他 只有 在這個讀取條碼之後 他是轉換成一段文字 那透過你的號碼 將這個 這個簡訊的文字 傳遞回去 就只有 做這個電話位置 這樣的一個記錄 所以實際上都沒有去做 那也依照我們在防治的所需 時間一到 28天的這個時間一到 那政府對於相關的資料都一定是依法 來做銷毀跟刪除 所以這一點我們要再特別 所以這個絕非在網路上所說的說這個簡訊實聯制是在侵害 個人隱私 那也提到說政府在監控人民的行蹤這樣的一個訊息 這是一個非常 假的 非常錯誤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這邊特別來嚴正 來做說明 那還是一樣再次的提醒民眾 對於網路上相關的訊息 一定要多疑多查 不亂傳 再次的提醒大家 那今天的報告就先到這邊 那再看各位媒體有什麼需要詢問的 副指揮官好 想要請教就是昨天晚上部長在接受平面採訪 有解釋那個校正回歸 說是因為4天前有疫狀 那發現通報採檢書和檢驗結果的數量差距越來越大 進一步才發現有至少1萬多件沒有回報 想要請教過往的差距大概會是多少 那現在有沒有列一個預植差距多少 就應該是警訊 謝謝 這個是剛剛有特別提到 我們這兩天 包括昨天也有提到 今天也特別提到 我們跟地方政府之間 那指揮中心的相關的組 也都已經在做一些採檢通報流程的一個簡化 那包括像昨天有特別提到 在健保署的部分 健保署這一端也在一起來合作 來簡化這些相關的採檢通報的流程 那昨天指揮官也特別提到 有一些資料的登檔 從這個28項也做了一些簡化等等 那其他相關的數據跟統計跟分析的部分 我們下午會做一些說明 那就剛剛您有講說通報檢疫流程就快速傳遞 你們跟縣市政府討論 所以有沒有什麼比較大略的方向 因為簡化這兩個字聽起來很簡單 但實際上運作可能是蠻複雜的 今天疫情接觸組有跟縣市政府做了一個 流程上的一個說明 從一開始醫療院所端的登檔 然後將這些流程的簡化 都有做一些詳細的說明 不過因為這個是從採檢端到這個檢驗端 檢驗端再回到這個 醫院端 醫療院所端 還有這個 病人的這一塊 那這個都有 現在都把這些相關的流程 做了一些簡化的這個程序 這樣子可以讓整個一個通報 回傳的速度可以加快 第二個是在行政 在這個必須登檔的資料的部分 剛剛也說明 也從原來的28項來簡化到8項 副主委官好 中視新聞提問 那個昨天校正回歸有說是因為地方回報的問題 可是台北市長柯文哲說 這整個過程都是中央在掌握 他還特別做了一個流程圖說都是中央掌握 說這其實跟地方沒有關係 那新北市長侯友宜也說應該組國家隊來補漏洞 那地方上也質疑說 校正回歸這個說法是有點甩鍋地方 請問您怎麼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想請問 目前疫苗施打的狀況 防疫是中央跟地方要通力合作的 所以 所有的防疫工作 唯有大家一起通力合作才會成功 這個是不斷的在說明 那 剛剛也說明了這個採檢 的這個通報的流程等等 也剛剛也做過了一些說明 那其他的部分我們會在下午 一併會做一個詳細的跟社會大眾的說明 好不好 副指揮官好 昨天校正回歸數據出來後引發外界質疑跟批評 那網路社群更是被相關的話題洗版 那但是現在傳出調查局下令收集網路社群 相關的不滿反應和恐慌 那請問這一類的討論會朝假訊息來偵辦嗎 早上調查局已經有正式對外做說明 他們絕對沒有進行調查的這件事情 那調查局也特別用了新聞稿 對外澄清說明 那我也藉這個機會跟大家說再次的 跟社會大眾說 調查局並沒有進行這樣的一個調查的事項 副指揮官好想請教一下昨天新增的這個400例校正回歸 好像是昨天深夜才啟動緊急安置作業 那他們在得知確診前有沒有可能有趴趴灶的情形 謝謝 依照我們現在對於 大家還記得我們有針對確診者的注意事項 還有確診者 你跟確診者的這個接觸 你是接觸者的注意事項 我們都有做一些提醒 那 現在這個採檢完在等候的這些民眾 都必須在家裡等待 等待這個結果完之後 那如果你是確診者 我們就會依照你的症狀的狀況 是送集中檢疫場所或是醫療院所 那如果你不是的時候就會才能作為這個移動 這個我們都有不斷在跟社會做說明 那這些事項也不斷的在宣導 讓民眾可以知道 說上海復興的那個他們是代理輝瑞 BNT輝瑞疫苗 那這個算不算中國疫苗 那因為如果要進口中國疫苗 昨天陳忠有說必須要有一些進口申請 那鴻海可不可以直接去跟上海的 這個復興買輝瑞疫苗 疫情指揮中心從去年開始 各個藥廠也好 或是COVEX平台上面 都我們都跟這些平台的業者或是疫苗的廠商 依照他已經可以達到授權使用的部分 那我們有訂定的相關採購的契約跟聯繫 那疫苗也會陸續的抵達臺灣 來供我們防疫所需 剩下五天那個三級警戒交到齊了 我們有沒有希望在5月28號解封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有專家說26號27號是疫情的高峰 那所以現在是不是疫情的高峰還沒有過 謝謝 三級的部分我們在那一天全國升級的時候 同步將這個時間是延長到6月8號 是延長到6月8號 謝謝 想再次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校正回歸 他們都會回家 但是有回歸到的是16號17號的案例 這些人不是篩檢兩三天之後 通常沒接到通知就是覺得自己是隱形 所以就可以出去了嗎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疑慮 那指揮中心有沒有去跟這四百個人回歸 去了解他們的足跡之類的 謝謝 在注意事項裡面是提醒是三天 是三天的時間 那這個超過三天的部分 其實地方政府都有啟動追蹤跟關懷 還沒有得到結果的部分 想問一下負責員 因為未來可能還是會有校正回歸的問題 所以未來在公布 不管是確診數或者是其他這些數字 有沒有考慮在數字上能夠更明確 包含比如說快篩的數字啦 還有就是說到底有多少還沒有通報 但是可能還在等待檢驗這些數字 是不是未來都會一併來公布 謝謝 這些我們都會在每天下午的兩點 還是一樣會跟社會大眾說明清楚 有關於這個每天確診 跟這個病例數的部分 那哪些是 其實這個數字上我們會依照昨天跟大家說明的 去做一些調整 想請教 剛剛您說 當我們全國升到三級的時候 就已經往後推到6月8號 那目前 這點我們再確認一下 因為我剛剛 我們再確認一下 對不對 好像不是 因為現在停課是到5月28 是是是 所以6月8號這個數字 6月8號這個數字 這點我們等一下確認一下好不好 好 不好意思想再確認一下 剛剛副署位官是說 現在注意事項是提醒2到3天 那因為像新北市昨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們是說他們最遲有落差到6天的時間 那這個意思是說 現在地方政府要回推去找這400人 中間差的這2、3天的足跡的意思嗎 因為有 注意事項是3天 注意事項是3天 那原則上他們會看 這個還沒有結果之前 他們也會去做關懷 他是不是在家裡 超過3天的 那個時間的部分我們等一下確認一下 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不好 好 這邊我要特別盯正一下這個全國3級還是到5月28號 還是要再次的跟 社會大眾說明一下 我們全國3級的部分是到5月 目前的時間是到5月28號 當然疫情我們都還是指揮中心這邊會去做一些滾動 副指揮官好 華視請教 現在台北市好像又有警察來確診 那有沒有跟警政署或相關單位討論要如何防毒警戒的疫情擴散 現在警政署跟各縣市警察局 那他們都有一些分組的勤募 那未來在這一塊我們會請 比較高風險的地區 會去落實這個部分 那避免我們維持社會治安的警力 會去受到影響 不過目前幾個案例的部分 警政署跟縣市警察局 其實是很快的啟動 他們從相關的警力去協助去調用 像 之前新北市的派出所 那就是由旁邊三個派出所去協請 那另外像刑大的部分 他們也會激動的去做調整 不好意思 再讓我問一個問題 回歸校正剛剛跟各縣市討論完 然後簡化完之後 那目前大概差距會到幾天 因為昨天是公布到昨天5月21號數據 所以5月22號的差額還沒有 那到底這樣子的落差 因為說有到6天 那現在簡化之後預估會到幾天 簡化之後也是這2天才開始 所以這個還是要有一些時間 我們也會接著這個運作之後 他們 疫情監測組 跟這個相關的醫療院所之間 我們都會 還有包括健保署 我們都還會來看 這樣子的流程是不是可以讓它更順暢 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針對備受爭議的校正回歸 指揮中心表示已經簡化通報流程 從28項簡化到8項 希望能更快速的傳遞 這個確診的結果數字 這是剛才我們聽到 記者會的重點之一 OK 大家可以再按 我們下一個捐住的 下一個捐住的 谢谢观看